我那个同事为什么不理我 他是不是针对我 我老板说这句话什么意思 他是不是不喜欢我 我这个项目是不是做得特别差 我是不是要玩完了 你如果在职场上经常质疑自己这些问题 那你需要看我今天这期视频 Hello 我是Sani 这期视频想和大家聊一聊 我是如何利用好自己的高敏感性格 在北美职场混得风生水起的 我来做个简短的自我介绍 我的性格测试是ISTJ双鱼座 从小就是一个想法很多情绪很丰富 很在意别人对我的评价 很敏感的这样一个性格 我在北美职场八年了 然后专注于在大公司爬梯子 从IC到manager管理过两个自己的团队 最近也是从数据分析 转行到了产品经理和项目管理 很多人说高敏感人群 可能不太适合职场生存环境 因为你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 所以常常你会陷入一个内耗 其实多多少少我是同意的 因为在我的职场初期 就是这么的艰难 我经常哭 经常情绪崩溃 然后质疑自己 但是经过这长达八年的 一个职场的锤炼吧 其实我也总结出来一些小技巧 如何能够利用好 自己这个高敏感的性格 把它相反变成为一个你的长处 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 你要意识到你其实是一个高敏感人群 这就是为什么 我会推荐大家去做性格测试 不是说做测试本身能起到什么帮助 而是当你越来越更好的了解你自己 意识到你自己性格的优点 或者是不足之处 你才能够采取相应的措施 那第一点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们要学会把情绪转化成 可落实执行的方案 在职场上我经常会敏感的感觉到 有的人对我不满意 那我会很直接的去想 他对我到底哪里不满意 是对我这个人不满意 对我做的这个项目的细节不满意 执行的方案不满意 数据不满意 呈现不满意 还是到底是为什么 那如果我能够分析出来 比如说他对我这个可能PPT就长得不好看 对我的呈现方式不满意 那我就立马去改进 如果他是觉得我这个结论不合理 那我就立马去想 我要怎么样改进这个结论 如果我没有办法把我感知到的 他对我不满意的这个情绪 转化为可执行的方案 我就放过自己 我就假装我并没有看到他告诉自己 是我想多了 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就是有时候我会觉得 这个同事为什么对我态度这么差 为什么他不理我 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 那我会想办法把这个情绪转化成 具体可以解决的方案 比如说我会研究一下 这个同事是不理我 是不是有可能 因为我找他的时间不对 方法不对 问的问题不对 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我可以去解决的 如果我尝试了这些发现并没有改进之后 我就会放过我自己 我不要去想这些事情 告诉我自己可能就是我想多的 并不是他不喜欢我 就算是他不喜欢我 Who cares 第二点想给大家分享的 就是要学会打直球 因为像我这种特别是双鱼座 想法真的是特别多 就是你跟我说一句话 我能想出十个情景语境 以及你这句话背后到底有什么意思 真的很容易内耗 但是学会打直球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用的职场技能 比如说在上下级的相处方面 这一点尤其的重要 我会很直接的问我老板 你是prefer希望什么样的沟通方式 你需要了解我工作多少细节 以及有什么我可以改进的 就直球直接问我去迎合我的老板 那对于我的team就是我的员工来说 我也会非常清晰的告诉他我在期待什么 我的期待值在哪里 我需要知道什么 我prefer的沟通跟交流方式是什么 所以我们把这些事情其实都说出来 大家都不要猜嘛 就越猜越容易内耗 就是高敏感人格 如果别人说不清 那咱就直接问 第三点想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要学会拒绝忽视和给自己顺毛 这个其实主要是一个心态上的转变 但这个转变了真的对高敏感人群 在职场上非常的友好 首先你要意识到你来上班 在职场上不是为了让所有人都成为你的朋友 让所有人都喜欢你的 而且这也是一个非常不切实际的一个想法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 你发现你跟你的同事处不来 没有关系 你把你的关注点更多的放在项目上 如何把这个项目做得更好 人不重要 因为很有可能换一个项目就换一个人 或者说换了一个组就换了你的同事 所以人真的没有把事情做好那么重要 给同事帮一些小忙 其实是OK的 这个是一个建立一个好的工作环境 更有助于你推进项目的 但是你要去学会say no 当你意识到可能你并没有这个能力 并没有时间和资源来完成帮别人忙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要专注于自己的需求 自己要学会做的事情 而不是一味的去为了帮助别人迎合别人 如果在你拒绝了之后 别人给了你一些情绪 或者你感受到了别人一些不悦的情绪 学会忽略它 这也跟我的第一点息息相关 没有实质建议的情绪 咱们要学会忽略 因为这些情绪除了就是消极的影响到我们的工作的效率 和工作的心情没有任何好处 那为什么给自己顺盲也在这一点呢 就是当你感知到了别人都不开心 你拒绝了别人 且你要学会忽视别人 这个时候你就要意识到自己其实是一个高敏感人格 其实这件事情可能并没有那么重要 只不过是因为我们的性格比别人更敏感 更容易感知到这些情绪 所以你才会觉得很不好意思或者是很内疚 这个时候就要给自己顺毛 告诉自己其实真的没有关系 还有一个想分享的是 在我IC转Manager的头半年 因为我族里有人特别特别不喜欢我 然后这件事情我是怎么发现的呢 因为我们每个月会有给老板打分的这个环节 然后这个分每个月会匿名的发给我 然后让老板做反思嘛 所以当我发现有一个人是每个月就是非常非常不喜欢我的这个状况下 我是非常难受的 以至于就是情绪崩溃的 因为我每个月会尝试不同的沟通方式 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想让他更开心一点 或者是哪里我能够做得更好一点 但是尝试了很久之后 我发现这件事情就是完全没有变好 相反是我变得非常的卑微 以及是让自己工作非常不开心 那这件事情到最后我就发现 其实是你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喜欢你的 如果真的有这件事情的发生 我做了我能够改变的事情 事情没有往好的方向再变的话 就回到我刚刚说的头几条 Let it go 如果我已经尝试了所有 你还是不喜欢我 那就拉倒 咱们就是专注于把该做的工作做好 第四点就是学会划清你的边界感 工作与生活的边界感 就是在你工作久了之后 你会发现那些让你头疼的人事 那些让你很难受的feedback 可能都是你人生非常非常小的一个部分 它当时真的不值得让你那么那么难过 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会说 其实人生的长轴是非常长的 以及这个世界的多样性其实是非常大的 不要让工作完全占据了你的生活 然后让同事变成了你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人 所以我想说大家除了工作之外 也要专注于自己的生活 发展一些别的兴趣爱好 发展一些自己喜欢的人做朋友 多花一些时间到家庭到生活里 不要被工作上的情绪绑架了你的生活 人生这么长 咱们要工作的时间还有这么久 不可能每一个同事每一个项目 或者每一份工作都让你事事顺心对吧 遇到那些不合适的工作 不喜欢的同事 很讨厌的项目 就是咱尽力把它做好 如果实在受不了那咱就改变 这四条差不多就是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总结出来的 那如果有什么其他的好办法 也希望大家能够和我分享 让我们一起把自己的高明感性格 变成自己的一个特长 在职场混得越来越好 拜拜